我告訴你你應該坐在那裏 這裏教我國際 這裏就搬在那裏 這裏就等於我們的所謂大廳 你讓中央任你怎樣 我叫你坐在那裏可以嗎 我們是一國兩制 為何要出賣我們 為何要出賣我們 為何不是由我們決定 為何由中央拍板 為何要整個環珠格格回來 這裏不是這樣去 高鐵就算我們一鑊 你是不是再想算第二鑊 或者簡單講 寫文言對於今次環珠江口移灣區的電池工程規劃 重點是幾個看法 其實政府這個規劃 諮詢權都是加加賣 如果計努力都是十幾天 這個就對香港市民很公道 如果你真的出了一份諮詢文件的話 正式來說 起碼都三個月甚至半年時間 何況你涉及到 整個珠江三個州整個整體規劃 這個是問題的重點一 就是那個諮詢時間 第二就是關於香港的角色和定位 我們不單只是一部分 純粹不簡單 而是在於你自己有本身的發展的定位和角色 所以我們總括來說 我們有四點的要求 第一就是我覺得今次對於政府 或者規劃處的假諮詢 我覺得你應該公開香港市民的問題 第二就是我們覺得你們應該公開 就這個規劃裡面的官方文件和會議紀錄 就是讓大家參詳一下 究竟你們在整個規劃的過程裏面 是做了些什麼的功夫 第三就是我覺得你們應該正式 向立法會來用交代 或者用一個公聽會的形式 進行這個諮詢工作 主要就是這幾點 但是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覺得 我們香港和倫敦地區的整體關係 或者發展的規劃 其實應該是進行一個比較詳細的資訊工作 就不是好像今次這樣走過牆 最大的關鍵問題就是我們一國兩制 如果你再接受這樣的做法 我們一國兩制是名存實亡 這個不單只是影響我們未來幾天年的發展 以及一國兩制是否沒有了 是等於一國 高鐵 地鐵都說沒有必要要起的 但是中央拍馬 特區政府就苦手聲實 就立即上馬 就是我們憂慮這個地方 你一樣是怎麼做的 那它斷送了所謂兩制 明存實亡 就是兩制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說我有我協 而是在於你本身是自主性 你絕對比法 你不是一個相關的關係 沒錯 你不是一個從屬的關係 他叫你做這件事 你是做這件事 你好像就是我去配合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國兩制的意思就是 是 那我們如果這次的諮詢 我發現有一點 比較匆忙了 安排可能是 可以有改善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都 通知了立法會 就是 是未來二十二號 那個立法會 那個法潛事務委員會 會討論這件事 但是會不會延長 那個諮詢期呢 這個絕對會 絕對會 其實我們原本都是打算 就是繼續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這個 比較是一個區域性 一個策略性的 就是不是一時三刻 可以很多東西可以定討 我們都應該由一個大方向 其實不僅止香港的 我們所以想是推廣到 就是省港澳 大家所有民眾都要參與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在規劃上 只是一些 將大家已經有的資料 挪連了出來之後 大家有溝通之後 就希望大家 對這裏現在 繼續發展下去的方向 有什麼大的意見 尤其是 就是來自的 面積比我們大 人樓比我們多 但是我們香港的角色 也都很重要 大家之間 未來的 那個 網後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我們都想探討一些精彩 但是你會不會延長公眾的諮詢期 絕對會 現在就 雖然今天 原先就是我們那個公眾活動 是停的日子 但是我們已經公佈了 就是我們的諮詢期 會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這樣延長 諮詢期是否證明 就是當日出諮詢文件的時候 那個諮詢期是錯的 我剛才都說了 就是我們的安排 肯定是可以改善 但是那些已經發生了 我們追不回頭 那我們現在最新的情況 就是我們會繼續 聽大家的意見 先就會去到立法會 還有 就好像我們那個新聞稿講 我們會繼續搞一些論壇 其實都很希望大家 關心就是 好像你剛才說 就不只是關心我們香港 亦都關心我們 香港和周邊 尤其是因為周邊的發展 和我們都很大關係 如果大家多些討論 就知道 究竟是 我們現在的方向 對不對 繼續做下去 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尤其是環境 互相影響的 所以你們的意見 我們絕對接受 你有沒有問題 我做了一個80後 我比較關心這件事 是因為你這個計劃 是會影響到 將來香港幾十年的發展 是很長遠的 是很長遠的 其實是一個 你也會說 是一個珠三國那麼大區 也是這麼長的發展 你也說過 你會去facility 其他周邊地區的人 去參與 好像我們香港 去參與那個諮詢 你會實際上做什麼 因為我們 香港政府就負責香港的部分 諮詢 省內 澳門 有他們自己的安排 這些就好像 剛才阿涂先生說 一國兩制 我們就不會干涉它 他們有些做法跟我們都不同 譬如他們會有 文卷調查 或者組織他們的專家學者 或者居民的研討會 他們有搞活動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知會我們 時間適合我們就去參加 但是我們在香港 就會就著香港的情況去 適合香港的諮詢情況 但是 講意見我們不會局限在香港 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 尤其是環境 民生 很多東西 互相有影響 我們都希望大家關心的時候 整個地方都可以組織起來 其實有很多 還不止是發展硬件 因為很多軟件 其實內地都發覺 譬如我們民生 文化發展 或者是 譬如大家的醫療保障 諸如此類記者 大家之間 怎麼可以互相配合呢 因為他有些是喜歡香港的制度 但香港可能是喜歡他們的那些人力 或者是 那些生活環境 這樣 這裏都是希望未來 往後那幾十年的時候 大家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大家之間 既保持一國兩制 但是又怎樣可以融合到 亦都可以互相 可以 互相影響到 或者是照顧到 這樣 那個課題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們都絕對 歡迎大家可以多些去參與 多些去給予我們 因為純粹我們官方的 我們可能看的角度 就是很狹窄的 那個方向上 不單止是交通規劃 或者是經濟發展 絕對不是 所以我們怎麼提出 這麼多大方向 其實都是包不大的 剛剛才有人提出 我們那個研究 可能應該要關心一下物流 有些人應該關心一下 老人保障 醫療福利 那些我們 為了研究本身 都要定些題目 所以都盡量 盡量 叫做 包含多些 如果 所以你 在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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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因為有些事情 但是繼續說 所以歡迎大家多些參與 因為香港和內地有些不同 香港就不是 純粹官方主導 那你會不會有一個 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要 你會回來的 會會 我肯定會 先走了 他要回來 他要回來 是